身穿黑色商业的锁匠来到社区 保存立刻把人带到住家门口 申请住户委托要帮忙开锁 但其实他根本是坚守次道 要搜刮财物 去年7月发生在台北市青田街的豪宅窃案 穿白的灵性保全 就是知道住户备用钥匙都放在哪 先前成功偷窃两次 想要下手第三次却找不到钥匙 竟然走来锁匠开门 而间谨列侧失窃物 发现168件的物品中 有141件都是爱马仕 不只有包包手表 连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东西 这名女住户也都使用名牌 花钱毫不手软 一罐沫月乳要价4000多元 咖啡杯的套组和婴儿坦更是破万 盘子超过7000元 而就连摆放在桌上的年利 也要价2300元 有些人他是专门买来收藏 比如说收藏他的盘子碟子 银灰缸 也有一些情况 这些东西买来是做配货用的 比如说这个包包非常的稀有 那我可能先去消费个 这个三五十万 可能我可以再得到一个三五十万 比较稀有的包包 像这样的咖啡杯套组合盘子 也都指定要买爱马仕 其他有不少失误 也都是稀有款式 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 这条十字架型的钻石项链 和限量款的南表 市价超过百万 而在架式的拍卖会 标来的钻石胸针超过五十六万 已经停产的箱镇手表 市价高达五十四万 业者提到构正上只会有记录颜色和序号 商品编号通常都在包包上 但民众却不一定会拍起来 或是记录下来 这位女住户声称损失超过千万 但法官只认定其中的十多项物品 大约三百八十九万遭窃 因此也要求被害人 说明清楚 失切物有哪些地方有回损或是刮痕 更呼吁看到类似的产品 千万别因为低价就购买 恐怕会买到藏物 TVB的新闻 林亚南加元曼台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